中華快遞公司 企業工會不滿 薪資低 績效獎金少 有八成三的會員同一罷工 公司今天召開董事會討論 稍早結果出爐 通過了補發員工績效獎金 還有每年固定調升六百元薪資 主要快遞 今天在交通部召開董事會工會的會員代表 則集結守候要求交通部長王國才兌現 支持中華快遞 加發績效獎金的承諾 最後董事會經過三個多小時會議 通過工會不發績效獎金 跟每年固定加薪的要求 工會表示說這個結果是公司 一直以來把欠員工的還給員工 目前工會的訴求階段性達成 而罷工行動將會暫緩